为本田2015款北欧武神摩托车加装后备箱 增强它的实用性、舒适性和安全性 大家好,欢迎您点播理想音像 节目开始前,还是提醒您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新推出的精彩节目 感谢您支持 好,节目开始,言归正传 我选择的是意大利GV 一个E460做顶箱 两个E360做侧箱 首先拆出后座垫 拆出后扶手上的预留孔 然后安装本田原装的后行李平台支架 拆下驾驶员脚踏板内侧的塑料小护板 露出侧行李箱支架安装预留孔 先组装右侧行李箱支架 再把它安装到车上 在这里请注意 右侧支架下部安装在预留孔的内侧 而左侧安装在预留孔的外侧 把GV通用行李箱卡板安装到本田原装侧行李箱支架上 而在摩托车左侧 我是先将GV通用行李箱卡板 组装到本田原装侧行李箱支架上 然后组装侧行李箱支架链接板 再将这个总成 随同本田原装的后行李箱平台支架 一起安装到车上 现在把后座垫安装回车上 把GV通用行李箱卡板 和本田原装后行李箱平台组装到一起 再把这个总成 安装到本田原装的正后行李平台支架上 现在尝试将三个行李箱安装到GV通用行李箱卡板上 看看初步的效果 现在我们需要为顶箱安装靠垫和行李托架 首先按照厂家提供的图纸 在顶箱的梗盖上打孔 然后把靠垫安装到上面 现在安装行李托架 首先组装行李托架支撑布架 然后把它安装到顶盖的上面 到此行李箱彻底安装完成了 我们来看看整体效果 我在顶箱可以装住两个头盔 而两个侧箱可以容纳常用的车用装备 比如GPS 车锁 车衣 手套 骑手服装 靴子 双肩背包等 而顶箱行李托架上 还可以脱装 睡袋等其他的行李 摩托车的整体实用性增强了 使用率提高了 而后座更是提升了舒适性和安全性 在下一集 我们将展示为这辆摩托车设计安装整体灯光 包括在行李箱装入LED灯带 以增强摩托车驾驶安全性能 整车音乐动感彩色灯光 摩托车设计 极光灯布局等 谢谢您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下意见建议 我一定认真回复 感谢您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